我就安排了一個非常深山的飯店 然後還有野兔這樣子跳 我們開到那個地方之後呢 就是一個斷崖 結果我會生氣 我先問一下兩位 因為我覺得這一集的主題 可能會引起很大的紛爭 我們來聊一下 什麼叫做 寶可生活 女生會很重視所謂的遺失感 以及所有 建立在感受上面的 所有一些事物他們都很在意 但還是他們是比較穩定的 長話短說你先說 為什麼先說 因為你話比較長 你比較長 生活呢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我的自在 如果你是居住啊 你實際住行啊 我覺得自在是最大的原則 只有這樣 對啊 那我覺得那個自在呢 還可以再多一點點小小的儀式感 我會希望他的自在是 有那種 你會在意這一件事情 然後把一些小細節的層面 就是 我看的是那種細節 譬如說呢 我們去 觸飯店好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蠻常開會 家庭會議討論的一段 有這麼嚴重嗎? 是蠻嚴重的 因為我照顧的是 不一定說是要什麼打卡熱門 可是我很照顧 他的那個周遭的安靜度 不就是住一個晚上嗎? 可是晚上你有色老跟色不好 然後還有是 我覺得那個服務的細緻度 你都要去 是會想要接受到是開心的感受 而不是一肚子無淹脹氣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 我很在意建材 建材 對 即使你是去住一晚上也好 這樣聽起來你的儀式感 還有點無謀啦 會 我的儀式感 另一面如果一講出來 我就會變上昇 上昇 上昇 上昇摩羯那一塊我都會出現 無謀的 超級 你跟我說我被打卡熱門 老師提了很多他的所謂的儀式感 那再來晚上 就是說 面對我們哪一些儀式感 是你覺得 上昇嗎? 不算 其實 我現在的配合度蠻高的 其實我對儀式感的配合度蠻高 但是相對在儀式感的過程 當中我更重視他的價值感 不就是住一個晚上嗎? 我幫你解釋 就是五千塊 他要求的就是乾淨 一萬塊以下 你就會是乾淨加服務 然後如果是一萬五 他會很在乎連服務人員的反應 然後如果是兩萬塊以下呢 他就只在乎 就是下個月的帳單 我們剛新婚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很開心的他說 旅行交給我安排 所以我們就安排一個海市山盟之旅 請說 然後我就安排了一個非常深山的飯店 那個是真的是完全深熟 晚上都完全看不到 對就是你要產業道路開到底 然後是不是沒有路了 就是開兩側都是盲場 然後還有野兔這樣子跳 這我會使氣 你會使氣嗎?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很有原始生態的學嗎? 你看我配合度多大 對 為了這個理事感 然後他一直開到一個 對我說你去的地方 對阿 那邊會有飯店 好我們開到那個地方之後呢 就是你知道開到底 豁然開到就是一個斷崖 然後是一個飯店 然後他又很特別 他每一間飯店都有主題 我訂了一個叫做 可是海市山盟這件事情 就做一個舒服的旅館不好嗎? 為什麼你這樣跑到那裡 跑到那裡 所以阿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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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海就是要念海 山盟就是要山山啊 那我問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請問那個一個晚上多少錢 我就是很厲害 因為呢 我是很善用訂房網 然後我又會配合我的信用卡 所以呢 平常我們訂到的是他的六折家 六折 我想說很好 就是大概五千到一萬 就是這個極巨 六折還要五千到一萬 我要排到荒郊野裡 然後 只要還沒有SAVEN 可以買東西 沒有 你要開像SAVEN 要半小時 那為什麼還好 車上都有自備冰箱 所以我都知道嗎 我自己隨時我都很清楚知道 我都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平衡的沒有 那因為什麼在一起 他的仇 就是你知道那個仇生能力 又更強大 這樣 所以我聽到現在 我就覺得 我很不懂這種所謂女生的儀式感 事實上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呢大多數的男生 無法接受 所謂女生的這種儀式感 應該是說男生相對比較起來比較理性吧 對很多的需求 他覺得 能夠住就好啊 乾淨就好對不對 舒適嘛 然後 但是 所以呢 人生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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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只有乾淨舒適整節這樣子嗎 就是不管這個 我們住進來的都是體驗 然後這個體驗就會變成是我們兩個有很多話題 兩個人的生活如果我們都只能 只有我們兩個之間的事情的話 你會開始覺得無趣 不是 我告訴你這個飯店都特別到我們 你知道嗎 對生命的體驗有好幾倍的感覺 但是是不是也有我有定到 你就是跟我說 隔天起來你們會想說 是不是真的很多 十個飯店大概只有一個 沒有 大概八個 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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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 我很在乎的是 我們一起去經歷了某些事情 然後那個某些事情 不管好壞 我們就有一個話題 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你妹的求求舒適跟乾淨 你就不會有那些豐富滋潤生命的事情發生 我們老的就沒有話題可以聊 我們剛去這個幾個旅館 就是我們每次大家在聊天的時候就超開心 然後就 可以你來我忘 那你覺得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男生比較care所謂的乾淨舒適就好 我覺得他們care三個字 其實就是三個字叫做怕麻煩 因為男生我覺得 第一個 你們可能比較理性 所以你們會想的是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如果 叫男生 來訂旅館這件事情呢 他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沒有訂卡 我就會惹入我的另外一半 所以他去猜女生另外一半想要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呢 男生必須是越過越好 對不對 越過越好 不叫 謝謝公平 爸媽媽是對的 好 就是他不想要那種 就是我單純我只是想休息的時候 他們就目標倒下 只是想休息 所以如果這些旁生枝節的事會發生 他們就會覺得說完蛋了 就是這一整個假期 這件事情就掰掰了 但是其實這個 你剛剛講的怕麻煩 但是你訂到的房子 但你都沒有 都很麻煩 因為我本身就是個大麻煩 我總結來講我覺得 其實如果說要在意儀式感的話 我們以五根老王的相處 後來我們的模式就是 先講好 第一個 我覺得溝通就是先講好 這一次我們如果主要是放鬆 那我們可能就是去一間旅館就好 不要那種換很多地方 那接下來就是我就會說 我想要的是 那這個裡面我想要會是怎麼樣的方向 然後如果是他熟悉的區域 他負責在 我熟悉的區域我負責在 那這樣我覺得我們就會找到一個平衡 他會先知道會遇到哪些事情 那男生就是 就是可能可以解決就好 事情你都覺得可以解決 那接下來就是解決我的心情囉 所以情緒的部分是吧 是不是 真的是 所以有沒有聽到 是不是 疑似感 所以男生你要配合度高一點 你就會活得久一點 對 是的 謝謝 好啦 那如果喜欢这样子的分享影片的话 或者是你真的超想知道 老王到底在这几次的旅馆里面 到底怎么活着回来 欢迎留言 就是告诉我们